伊登静今年3月份为PETA亚洲善待动物组织反皮草活动代言 活动期间发布了一组全裸的照片 但却为引起任何争议得到的都是正面的无印 曾经她也是一名皮草爱好者 认为皮草是奢华和尊贵的象征 但当她知道皮草的背后是如此血腥残暴时 她依然加入了反皮草的行列 并呼吁大家将皮草披在身上并不会变得更美丽 反而显露出灵魂的丑陋 伊登静小姐不断通过微博等媒体向公众传达杀戮 绝不会带来美丽的观点 新的一款皮草海报 伊登静穿上PETA组织的T恤衫 其中一款是充满力量的 伊登静希望女性的自信是来自内心 而不是在于她穿上了什么 另一款中伊登静展现笑容自信的说 我不穿皮草依然美丽 那款照片中所呈现的笑容 充分表明了独立女性的自信 希望能够通过她今年的呼吁 劝导那些热爱皮草的人们 放下对动物的杀戮 以人类真正的良善展现美丽 护六娱乐整理包装